好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凹字型 開一個新檔案 1203-2 新的零件進來 進來之後呢 這個凹字型應該畫在哪裡 草繪 他是從天上往下看 可以看到最完整的外型 所以說他叫我草繪平面的時候 我要畫在 TOP面 好這時候草繪進來 進來 進來以後呢 我們可以去畫這個凹字型 譬如說我這邊可以拉一個矩形 然後我可以再拉一個矩形 畫兩個矩形 然後經過修剪 這邊有一個刪除段 經過修剪把中間的剪掉 然後我要去設定一下等長 哪裡等長 左右這兩條線一樣長 這個方形就等於是放在中間的意思了 好可以開始對他去做標註 好尺寸裡面 左鍵點他滾輪按一下 好一樣 左鍵點他滾輪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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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幾個尺寸是我要的 好跳出來之後 然後框起來 右鍵 右鍵 修改 好再生的勾勾取消 這一段的數據呢 是 60 這邊也是 這邊是40 這邊是20 這邊是15 好做好以後 確定 確定 我們的2D就完成了 好 然後呢 在選取的狀況之下 去按一個隱身 他就會針對這個草會去做長高 如果說 你在沒有選取的狀況之下 你在螢幕上面 你有不小心左鍵點一下 你有跳出來了 你有跳出來了 這個時候你去按隱身的時候 電腦搞不清楚 你是什麼東西要長高 你這個時候他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紅色的標籤在這邊 他會問你什麼東西要長高啊 你就要跟他講 他要長高 好所以說會有兩種狀況 好 一種狀況是 我們畫完之後 我選草會 然後馬上去按隱身 電腦就知道 你是這個2D要長高 可是你跳出來了 你沒有 我在外面點一下喔 你沒有選擇草會1的情況之下 你直接按長高 電腦搞不清楚 你是什麼東西要長高 那變成說 你還要再去按一下你的圖 或者是按一下你的草會 他才知道要長高 好所以說會有兩種選擇的方式 好那我會建議你 好你就點選你要的2D 然後呢再去按長高 這樣子就不會有一些 東西要去按來按去的 好在一剛開始不熟悉的情況之下 好選擇草會再去按隱身 電腦就立刻知道 你是這個草會1要長高 好這邊要注意一下 然後呢這邊的厚度是 45 好這時候選擇確定 好然後呢把它按回到我們的 等角圖 就會跟我講義上的方向是一樣的 好先做 等一下來教你 如果要編修的話 該怎麼處理 好試試看 我們用這個題目 來介紹一下它的 模型樹 左邊這一排是它的模型樹 它最主要是在幫你紀錄 你在畫圖的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 那你有哪一個步驟出錯 是2D做錯還是3D做錯 你都可以從模型樹這邊去做修正 好來看一下 我們先退回來看 在我還沒有長高以前 你看這個草會1喔 在我還沒有長高 在我還沒有長高以前 我的草會1是不是亮顯的 對不對 代表它現在是一個獨立的一個2D 但是呢 當我點選草會1 然後讓它去做長高這個動作之後 好不管它長高多少 當我長高它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變成灰色了 代表這個草會1 被隱身給用掉了 好所以說草會1它變成灰色 它不見了 因為它被隱身1給吃掉了 有沒有 好這是他們模型樹之間的一個特性 先有2D才會有3D 那你這個2D被用掉了以後 它就會變成灰色 好變成灰色 如果你還想要看到它 你可以去點選它之後 眼睛打開 你還是可以找得到 當初你畫的那個2D圖 好還是可以找得到 它會自動幫你先隱藏起來的意思 好這個是模型樹 好它會記錄你的每一個步驟 好那再來呢 如果今天我要編輯呢 今天我的2D我發現 我的2D的尺寸 我可能需要做修改 我可以去點選它 這邊有一個叫做編輯定義 好編輯定義 在舊的版本 它是直接出現編輯定義這四個字 新版本它會出現一個圖案 好然後呢你游標等個一秒鐘 它也會出現編輯定義這個字樣 你去點選編輯定義的時候 你就能夠回到當初你2D的環境 好你可以去更改你的尺寸 去更改你的圖形 好編輯定義 如果說你想要改變3D的高度呢 譬如說我深藏 我發現我深藏的太太矮了 我想要再更高一點 那我們可以去點選它 點選這個3D的動作 然後呢一樣 有一個叫做編輯定義 你這個時候就可以改變你的高度是多少 好你可以去改變你的高度 有沒有 好從這邊可以去做修改 好那再來同學會說 老師我發現齁 我對它快速點兩下 欸我也可以去做修改耶 你看我對這個模型的任何一個角落 快速點兩下 欸我可以去做修改耶 好沒有錯 你直接對它快速點兩下 你可以去做一個快速的修改 但是這些修改就僅止於圖形的尺寸變化 好如果說你想要改變形狀 那就沒有辦法快速點兩下了 譬如說我這個圖形 我上面想要變成一個三角形 你就必須要回到草惠這邊來 進入到編輯定義這個地方 你才有資格去改形狀 有沒有 你才能夠從這邊去改形狀 好譬如說我做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把它刪掉變成這樣子 像一個房子的形狀 好類似像這樣子 確定 你才能夠從這邊去改形狀 對它快速點兩下 是改數據而已 你沒有辦法去改形狀 好所以說它有比較快速的做法 也有根本性的改變 就是去點選你想要改變的那個步驟 然後呢去點選這邊的編輯定義 就可以去做編修 好這個同學可以試試看